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6集 范贤听着那个人说话 却在心里冷笑着 他这话说的呢 把自己长饭的剑全推到工人身上 但他面色不平 叹息道 啊 想不到陛下如此人民 这些人居然还如此不知足 那个人陪笑说道 确实如此 拖欠工钱之事呢 等下官回去之后 一定细细查清楚 不过那些闹事的工人也不能轻饶 大人切莫被这些奸人言语蒙蔽 这些人奸华得很呐 为时不是个什么东西 范贤看着此人 忽然皱起了眉头 请问大人是 副使赶紧在一边介绍道 这位是 是这个甲方的主事官 萧大人 萧大人 范贤似乎有些吃惊 甲方的主事官 司库职守 那位姓萧的三大房主事人 赶紧行了个礼 正式下官 范贤盯着他看了半上 忽然开口说道 你一个区区主事 只不过是个小小司库 朝廷给了你一个不入流的品级 连官身都没有 怎么敢在本官面前自称下官 众人一正 他的声音陡然间冷了下来 口口声声下官 你又是哪门子的官 本官今日头一早开门 你一个区区主事不在牙外候着传问 居然敢大咧咧的入堂 还敢坐在朝廷命官之间 真是好大的胆子 敢请教 你又是个什么混账胆大的东西 堂间安静了半天 直到过了许久 众官们才听清了范大人 这是在骂人 顿时厂前轰的一声炸开了锅 这还了得呀 在内裤被归为皇室所有之后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指着三大坊主事的脸骂娘啊 就连长公主当初接手内裤后 头一遭来民北衙门 对这三名三大坊的主事也是好生温柔 怎么这位范大人就敢披头就骂呢 那位假房主事萧大人也愣在了当场 他没想到范大人就算不笼络自己也罢 居然如此不给自己面子骂得如此之凶 他闷横一声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但对着堂堂皇子也不敢说什么 兴兴然一拱手便要回坐闷声当菩萨去 撤了他的座 范贤双眼一眯 眉间皱成极好看的小圈 和声说道 本官面前没有他的座 范大人 那位主事官勃然大怒 屁股还没挨着座位 就重新站直了身子 强抑着内心的愤怒 说道 不要欺人太甚 范贤根本不理会此人 自喝着茶 与身旁面色尴尬的夜参将 副使说着闲话 说话间 他身边的监察院官员已经下去 将那名萧大人推到一边 撤了他的座位 如此一来 事情真是大了 不止底下的官员们纷纷出列说情 就连那位夜参将 也压低声音在范贤的耳边说道 范少爷 给他们留些颜面吧 给他们留颜面 范贤笑着说道 今儿就是专门削他们脸来了 夜参将一闷 不敢再继续说话 打从内裤开牙至今 三大坊的主事 在衙门里都有自己的座位 地位特殊 从来没有人如此侮辱他们的存在 此时见着甲坊主事受辱 另两位大坊主事也终于坐不住了 起身站在那位萧大人身边 对着上手的范贤 含声说道 既然大人认为牙中没有咱们的座位 不若一起撤了吧 反正三大坊不过是些下贱之人 这不是赌气 而是在拿三大坊压人 范贤抬起头来 看了面前站坐一排的三位主事 微笑说道 当然是要一起撤 你们以为还能有你们的位置吗 三大坊里当然不全是下贱之人 不过诸位自成 本官也变信了 大人 三大坊主事没有料到范贤 竟是步步禁弊 言语间没有给自己留一丝退路 这才知道对方不只是要树微 竟是要赶尽杀绝 可是你范贤有什么底气 难道真想看着三大坊垮了不成吗 三大坊主事 在此硬化的语气便变得狠了起来 他人 不知三大坊有何得罪之处啊 韩伯公欠 欺男霸女 以计要挟朝廷 不敬本官 当然 范贤盯着三人说道 你们得罪的不是本官 得罪的是三大坊里的工人 还有养你们的朝廷与天下万民 欲家之罪 何缓无辞啊 三位主事大怒说道 大人 初来转运司 便如此肆意忘形 难道我大清朝 真的没有规矩不成吗 规矩 本官便是规矩 范贤笑着心想 当然 这句话他没说出来 只是想到 范老二当年在京都横行时 最喜欢标的就是这句狠话 看来做官与当混混一样 遇着情况不明的乱局时 使些这个蛮横技巧 总是可行的 来人呐 这三人咆哮牙堂 给我拖下去 打石板子先 范贤将手中茶杯 轻轻搁在桌机之上 毫不理会堂下众官员求情的话语 笑想 自己 恰得苦 拔得蛮 就是有些耐不得烦 哪里肯和这些人多费口舌呀 啪啪啪啪 声音很脆 不像京都皇宫外 这个仗庭落在这个 督察院御史们身上 所发出的门响 反而像是 谁在为一个节奏感 强烈的音乐 搭着节拍 拍子只落了 十下便结束了 三位工坊的主事 终于没有像宝玉哥哥一样 有劲气没出气 也没有像范老二一样 晕厥过去 但先大感兴趣 看着场间的那一幕 不免有些意外 这三位主事的硬气 被打了十板子 居然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他是知道自己属下风格的人 自己既然喊打 没有一个人敢留力气 三位主事趴在长凳上 衣衣衫被掀了起来 裤子也被退了下去 臀背全是一道一道的红痕 看着凄惨不堪 但他们今日受辱太重 当着范贤的面 竟是硬顶着没有发出求饶的声音来 但板子落在身上总是疼的 尤其是痛处之外 还有一丝被扒了衣服的屈辱感 让这些中年汉子的眼中 都开始含着泪水 汪汪的又带着恨意 像可怜的小狗狗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拍拍手 说道 插出去 是 属下们齐声应道 便扶起三位主侍 往衙门外走去 在这三位早已痛辱难当的主侍身后 范贤还没忘了像个商人一样喊着 三天 三天 你们可别忘了 衙门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诸位官员望着范贤的目光 更增一丝京剧 天下人都知道范贤的名声 但不是京都中人 对于范贤的清明文明 内里运着的印含味道 这些官员并没有亲身的体验 不如二皇子那派文官来得痛楚清晰 但今日 大家终于看着了 在案子害怕之余 也不免多了几次案中的冷笑 打便打吧 打的是私库啊 还不是给咱们这些做官的看啊 只是 您范大人 再如何博学 对于内裤里的事物 依然是两眼一抹黑 将这三大访的主侍得罪惨了 日后看你如何收场 范贤或许并不清楚自己属下这些官员 存着三日后看热闹的心思 或许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又随意说了两句 吩咐诸人在三日之内将欠款填回来 有何不法之事自行手检 便放珠光出芽 他留下了那位出自叶家的参将 还有自己的亲密助手 转运私赴使 三日后 要做那件事情 在很多方面 他还是需要这两个人的帮忙 也不知道在后院里 他与这二位官员说了些什么 只见二人的脸色越发沉重 最后终是缓缓点了点头 对范贤恭紧行了一礼 便退了出去 大人 苏文贸递过监察院递上来的情报汇总 范贤顺手接了过去 一面看 一面微微点头 看来四处的人还是有些用处的 只是这些年被长公主与司库们上下加压着 没有一盏手脚的机会 苏文贸看着他沉浸在卷宗之中 想到先前那幕 忍不住皱了眉头 撞起胆子 轻声说道 那三大坊的主是杀的 范贤抬头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然杀的 不过杀人并不是做菜 吃便吃 杀得也不用急着杀 大人先前过于温和了 苏文贸出自监察院一处 对于整治官员立志 相来讲就心狠手辣 对于范贤先前的处置呢 实在是觉得过于仁慈 区区三个主事 杀便杀了 既然立威便要雷霆一击 哪有说了半天 只打十个板子的道理啊 他不分说道 大人先前只是打了他们十板子 太轻了 只怕会让这些人心生不服啊 半嫌挥挥手中监察院的情报汇总 平静说道 你手中的证据 我一刀便将那三个脑袋斩下来 也没人敢说什么 苏文贸易症 心想既然如此 为何先前雨声大雷点小呢 就此放过了那三个 木屋王法的家伙 这是为什么呢 半嫌笑着解释道 雷霆与鹿皆是上恩 如果先前我处置得很了 虽然官员与那些大小司库们心中会不服 甚至会因恐惧而生忌恨 但他们也只有硬着 而且涉于杀头刀的锋芒就会老实下来 这三天的期限呢 只怕还不过一天 官员们都会将亏空补上 而那些司库们更是会疯了一般往牙里送银子 这不是大人所想看到的局面吗 苏文贸越发的不解 但先摆摆手 错了 一时镇压下去 只杀了三大房的主事 对于内库来说 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呢 就像上山猎猴一样 你要把猴王杀了 那些猴子就会四散开来 你也知道 我根本不可能 也不愿意常年守在内库这处 将来我们走了呢 那些猴子又会从山里跑出来 来偷咱家的玉米吃 苏文贸心头一动 明白了一些什么 提斯大人比喻中说的这个猴子 自然就是三大房 为数众多的司库们 如果今日就展了这三大房的主事 那些司库们 自然会老老实实的吐出银两 发还拖欠工人的工钱 但是那样一来 提斯大人就缺少了在下屠刀的机会 等日后提斯大人离开了明北 回到杭州 山南路远的 那些司库们 只怕又会重新活跃起来 而三大房里的工人们 只怕要迎接更惨烈的报复 这是寄农包 樊贤笑着说道 你看着脸上似乎平了 其实农水还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先磨砂 而是要开阔毛孔 将所有的农汁都挤出来 苏文毛一正 明显没有上过美容课 但已经足够明白范贤的意思 笑着说道 大人说得复杂 不就是引蛇出洞吗 引什么引呢 这叫大蛇惊蛇 范贤摸摸平整光滑的头发 发现自己这形容 似乎也不怎么贴切 忍不住笑道 反正三天之气 三大房石板之辱 想来那些交纵惯了的司库们 是不论如何也不会忍的 那如果有人将银子补回来了 怎么办呢 苏文毛疑惑地问道 有些担心 提斯大人的名声大振之后 让那些小猴子们 没胆量跳出来 成前毕后 治病救人 范贤很认真地说道 没有触犯庆律里 行书的司库 只要把银子退得干净 我自然给他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是来管内裤 不是来破内裤的 哦 明白了 对于敌人 我们要从中进行分化 进行梳理 分别对待 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 看看三日后 跳出来的是谁 就知道 谁在拒绝本官的好意 板贤微笑说道 不仅仅是针对司库们 想必长公主留在内裤的亲信 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 在信仰方面看来 我如果将司库们都得罪了 内裤自然要陷入瘫痪之中 这时节他们也一定会跳出来 你让四处的人这两天盯紧一些 最后 你个名单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 我都会一一请走 苏文贸 终于全盘了解了 提司大人要做很彻底的清理工作 又到先前园中的对话 小义说道 只是大人 这傅时倒是任其安内阻力的人 算是可以信任 但叶家 板贤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 据京都传来的消息 在大皇子与北齐大公主成婚之后的数日 叶灵儿也终于嫁给了二皇子 而二皇子也借着这个机会 由太后出面 被从软禁的府邸之中放了出来 不要担心什么 我没有说太多 只是让那位叶参将 最近注意一下出库的线路 我不至于狂妄自大导 可以用几句话就收服叶家的人 范贤笑了起来 他让叶参将做的事情呢 其实只是为了防止 司库们仗着地利 偷偷将这些年吞的银子运出去 虽然大部分脏银肯定用在了买地上 但地契 司库们的脾性决定了 只可能放在自己的家里 而且不要很随意地 将叶家与二皇子 还有长公主联系在一起 范贤想了一想 然后说道 叶秦二家并称于世 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怎么可能单方面倒向一个皇子呢 那也太愚蠢了 就算有所倾向 但在事态没有明朗之前 他总要卖我几分面子 为一群司库和我翻脸 除非叶虫真是 前陛下没将他发配得更远一些 苏文贸易领 没有在说什么 领命而去 感谢收听